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楊偉的自然醫療 楊偉也就是不改 性無難 近年經常聽到 偉哥這種西藥幫助楊偉 那究竟自然醫療 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助楊偉 有沒有副作用呢 其實最近在電影裏 都經常用這個題目 我記得有出戲 名字我忘記了 就是講他那個藥廠 如何研究某種藥 意外地 發現原來一隻西藥 我們叫做偉哥 原來有幫助男性 不舉這方面的問題 大家有時也看到一些戲 吃偉哥其實也有副作用 很危險的 譬如其中我記得 那個人吃了之後 眼睛看不到東西 看到對視力也會有影響 或者如果你有心臟病發 偉哥可能會導致心臟病發 很危險的危機 最近我們也開始看到一些不同的報道 他說現在那些人的 那個伸直能力 和性慾 其實是越來越低的 很多年輕的人 竟然他們的婚 或者有性伴侶之下 他們的性行為很疏落 有時我都聽到 我都覺得 為什麼這樣都可以 幾個月一次 或者一個月一次 或者完全沒有這樣的需要 這個情況 不單止是因為年紀大 其實年紀輕的人 都似乎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相信大家都不用詳細解釋 那些問題就是 男性是沒有辦法 身直器官沒有辦法撥不起 即是沒有辦法完成一個正常的性行為 過去我們都常常以為 這個問題可能是心理因素大於什麼 但是我們近年的研究 發現原來85%的個案 都是因為一些是生理的因素 我叫做Physiological 即是身體上的一些 生理上的問題 就不是心理 Psychological 什麼原因都好 我們都知道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普遍的 我相信很多人 差不多每個男士 都會經歷過 當然不是長期 可能間歇性 都會經歷過 這個不舉這方面的問題 在外國有個數據 就說差不多成二千萬的人 我算是美國的資料 都是有長期或者經常性 出現這些問題 那我說 大部分都是因為 生理上的原因 其實最主要都是因為 荷爾蒙的改變 男性的荷爾蒙改變 或者用那些藥物 尤其是用西藥 或者飲食習慣 以及可能長期的病患 我們都知道 男性的高軟素 跟男性的荷爾蒙 對我們的性能 其實是很大的關係 但最主要 導致我們不舉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血管硬化 很明顯 當我們的血管硬化 令到我們的血液 去不到我們的性器官 很明顯 就會導致不舉這個現象 當然很多時候 要研究一下 心血管方面的問題 如果這方面 我們的處理手法 一定是心血管方面 但我也知道 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 去到我們身體器官的部位 需要一種化學物質 其實是什麼化學物質呢 是Nitric Oxide 是一種硝酸 氧化氮 Nitric Oxide 好啦 其實就是陳姨所講 其實很多 這個Nitric Oxide 其實是擴張了血管 所以韋哥其實在做這件事 他當時 都是研究心臟病問題的藥 發現他擴張的血管 連性器官那方面都擴張得到 所以無意之間發現 有處理不舉這方面的效果 我想說 其實因為血液流不到 我們身體器官 導致我們那個問題 但也可能是 因為有些藥物 醫生開方也好 自己平時買 在OTC買回來的藥房買的藥物也好 那時候也會干擾我們腦的活動 荷爾木的活動 或者是神經線傳代的活動 所以首先 我們要看看 你有在吃什麼藥 我們所知道 其實有什麼藥 會有機會導致這類的問題 第一就是酒精 相信有些人 吃酒精之後 就完全沒有能力了 例如抗抑鬱藥 或者鎮定劑 其中有些 我們的名字叫 Actavan Paxel Prozac Valien Xanax 這些全部都是抗抑鬱藥 或者鎮定劑 還有一種藥物 就是抗 Hasetamin 即是那些 雙風感冒藥 這些就是Antihistamine 還有一種是 抗血壓藥 Cardicine Indero Procardia 這些 抗血壓藥 還有一類的藥物 就是抗胃酸藥 Tagame Santec Paxel 這些都有問題 其他的毒品 例如海洛液 Cocaine 海洛鹰 還有大穴 去水丸 Diaset Lasex 去水丸 當然 煙 尼古丁 還有一些一般的毒品 其實都是對這方面有問題 除了藥物導致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常導致的因素 就是我們的飲食 通常如果我們的食物是高脂肪 還有低的纖維 通常都會妨礙我們的血液 流向心臟 亦都會阻塞我們的動物血管 進入我們那個生殖器官 陰具的那些動物器官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有血壓的問題 或者血管閉塞 通常都有這類的 導致不舉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一個常見的問題 就是糖尿病 大家都了解 糖尿病 其實是一種系統性的 整個性的血管問題 糖尿病的病人 很多時候會導致肢端、腳趾、手指 會潰爛 那這個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液不去 所以糖尿病是一個很常有個問題的 但有些人會問 會不會是因為營齡關係呢? 因為一般人都覺得 營齡大是一個主要因素 原來是真正 其實不是營齡大不大的 當然 營齡大的人 可能會比較多些患病 我剛才所說的 心血管問題 糖尿病 比較上 隨著營齡的 就比較多些 但是呢 除了 如果你一個營齡大的人 但是呢 如果他是身體好的話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他是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正常的情況呢 其實一個健康的人 是可以到80歲 或者以上呢 都可以一樣 有一個很好的性 就是性慾的能力 那好了 有時候你會問一下 我怎麼知道呢 這個是我的心理因素呢 或者是我一個心理的因素呢 我怎麼知道呢 其實很簡單 我相信大部分男性 年輕的時候 都一定有這個經歷 之後都起床的時候 就會撥起的 記得我們有時候看電影都有 一個媽媽衝進房間 其實那些嬸子 年輕的人 一般早上睡覺之後 通常會有撥起這個現象 但是如果你發現 你長期都沒有這種 早上睡覺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心理的因素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這個心理上的因素 當然呢 有時候呢 就是工作太過疲勞 以及累了 我看日本的紀錄片 也這麼說 日本男性的性行為 比較少 當然呢 如果大家了解 日本社會上的人 工作的時間 工作狂呢 他根本真的是 每個人都是 然後工作到 晚上很晚才回到家 那這個就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當然呢 有時候那些人 家裡多了10元 通常都會有 都會開始比較少些 那可能環境 環境的因素 到此不是那麼方便 那其他 比如情緒低落 靠悟 垃圾 症癒 壓力感 或者有種害怕不承行 怕不承行 當然也有時候都怕會懷孕 其實人都不想有那麼多 怕太多小孩 那麼這也是一種因素 是代表導致這方面 出現的問題 那但是當然呢 最主要就是我們那個 生活方式 飲食習慣 那其實有很多營養補充劑 還有呢 處理一些所謂慢性病 還有看看 那底子下面呢 其實有些什麼原因 这都是导致我们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法 原来有这么多原因 药物、高脂肪的饮食、低迁的饮食、疲倦、压力、情绪低落、糖尿病、高血压 都会导致不举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治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杂质、氯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资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羊毁的自然医疗 刚才医生提到 原来很多不举的原因都是在服食药物的副作用有关 那是否要停止食药物呢? 当然啦,我曾经所说的药物 包括心血管问题,心脏的药物 高血压的药物,糖尿病的药物 其实这些问题,说真的来说是慢性病 那些问题亦都不可以不理它 亦都不可以将药物突然间停止 当然,你要处理这个问题 你要试试想办法 可不可以用一些自然的方法 来处理那个糖尿呢? 可不可以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不要用这些化学药的工具 去处理高血压呢? 或者心脏病,心血管的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 一定要先处理好那个本身的问题 就不是立即停止这些 导致这个问题的西药 那有些什么自然医疗的方法 可以处理到阳怀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治疗工具里面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 相信在大家市面上 都会见到不同的土方草药 都声称可以处理这类的问题 在自然医疗里面 起码西式的自然医疗 会有一种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呢? 叫做L-Arginine 或者叫做精氨酸 L-Arginine L-Arginine 这个主要的作用呢? 它就可以是 帮助我们身体 制造Nitri Oxide 帮助我们扩张阴部的血管 通常呢? 如果市面的健康店 找得到的 我通常都是建议 大概1000mg 一日食三次 空草食的 这个呢? 其实是特改善血液循环 另外一种工具呢? 我相信香港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东虫下草 东虫草 当然一定要找一些 好质素的东虫草 在传统上 在中国医学上 或者坊间 都知道了 东虫草 可以帮助我们的性欲低 和性不举这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 好了 除了东虫草 大家都听过 另一种中国的补药 补品咸 补药 是什么? 是人参 原来人参在外国也有一个研究 要一个所谓双重万丈的研究 如果是比较一批 吃人参的人 我说要吃三个月 就是没有临急 好发的食人 需要吃一剂 就没什么用的 我说连续吃三个月 它改善性欲 Libido 和性脱的能力 是改善很多的 通常来说 我们要吃一段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用标准的妆 通常用100mg 要是两三次 它有一个特别的成分 特别的标准这方面的成分 好了 除了人参之外 有一个银行叶 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家很多时候都知道银行叶 会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通常我会用在脑袋的血液循环 其实这些微循环 可以这么说 也会帮助我们的性器官的血液循环 也会看牌子 找到的工具 通常都是一日两次 记住 这些全部都是 要吃一段长的时间 好了 另外一种工具 就是我们用了一种叫DHEA 脱氢表红铜 叫做Dihydroepiangosterone DHEA 其实这个在外国 都很常见得到的 这种物质 其实我也叫做Mars Hormone 或者主体荷尔蒙 因为原来DHEA 是可以由DHEA 可以变成身体其他的荷尔蒙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会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口符的方法 DHEA 就可以变成我们所谓的高元素 在这个方面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另外一个工具 叫MECA MECA MECA 是一种热带雨林里面 发现的一种植物 那这个很多的 所谓治疗的不举 都有的 有时候大家看报纸 有些广告 都列出MECA 是其中一个主要成分 好了 那还有一个 我叫做Potency Wood 叫做木效力 或者Mura Pianma 亦都是一种南美洲的一种果 一种草 一种冠草的植物 通常都是视乎 每种公司的牌子 大家在用500mg 13次 那你记住 很多这里的工具 都要妥长时间 就不可以南急抱发脚 好了 那 除了我们针对性的工具 之外 那我们也有 譬如 有些什么可以增进血液循环的呢 的维他命 就是维他命B3 Niocin 这个会令到我们血管膨胀 当然可以增进血液循环这方面 好了 那 也有 伏食量 都是大概250mg 13次 那另外一个营养素 就是新的抗物炎 我们以前有一集是说了那些抗物炎的 那这个抗物炎呢 原来呢 新的 是需要帮助身体 是制造那个 那个高原素 都是需要 要新的 那我们就 通常是吃大概30mg 一日两次 那通常呢 同时都吃些铜 的 新铜和铜 都要配搭 那铜的复食量 都是3-5mg 就够了 好了 那有些其他的草药 叫做Tribulis 那这都是一种 一种 所谓民间坊间的植物 那另外一种 那 那 Diamiana 我相信很多人都 都 都看得过 看得到的了 一般的配方呢 通常都包括这个 Diamiana 这种 亦都是帮助血液 那个血液呢 去到我们的生殖器官 那样 那吃的方法呢 都是 400-800mg 如果是钉剂呢 或者两三个cc 那应该是两三次 记住呢 通常都要持续食的 嗯 那另外一个工具呢 我曾经说 人身 那 但原来呢 有一种人身 是叫做印度人身 是 Ayurvedic medicine 印度医学里面呢 传统医学 用得很久的了 那其实我们经常叫它做 Vitalian Vitalian Ginseng 其实就是印度人身的意思 Aspiraganda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食量呢 都是13次 每次1000mg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个Yahimbi Yahimbi 就是肉亨奔 就是枕植液的而已 那也是 那也是呢 可以帮助我们呢 带动血液呢 入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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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器官那里呢 也都会增加一下性欲的 那通常呢 那都是 就是 一般的配方 常常见得到的 但是 有些禁忌 那如果有些人呢 是高血压的 或者有心血管的问题的人 或者有神病的问题 或者怀孕的女性 那或者有些人呢 是因为有些心理的问题 就是医疑的呢 那其实都是一种禁忌 都要小心 就是说呢 都要医生看着它用 ok 那再一种呢 我叫做Oxtrol 我想或者燕蜜水道 Oxtrol 通常呢 我们都是用来 是处理一些人 比较神经紧张 嗯 那比如有些人呢 那问题呢 因为他是很紧张的关系 那我就用这个Oxtrol 来舒缓 放松 那个神经系统 那这个呢 也都 本身呢 也都可以 是增进性用 那我们用法呢 都是大部分 300mg 那一天呢 就用三次 这样的 袁医生 那同类疗法方面呢 有些什么可以 帮助到阳慧的 那在过去呢 在同类疗法方面呢 我都会有机会 去治愈这一类的问题 那当然 除了 我作为一个自然疗法医生呢 我都会用很多 简单的营养素 嗯 和一些饮食那方面 遲些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同类疗法里面呢 有些什么特别的疗剂呢 那我和大家都介绍几种 那 那 其中一种呢 我们叫Agnus Caxtus Agnus Caxtus 其实也是一个草药来的 我英文叫Chase Tree Agnus Caxtus 那但当然 同类疗法 将其稀释充能了之后 那它应养那方面 那个层次呢 就和那个草药的层次呢 有时候会不同 但是有时候都很相似的 那 那怎么会用到呢 这种的 用这个疗剂的人呢 通常呢 比如在男性那方面 他可能呢 就是因为 因为性中欲太厉害了 他人呢 觉得他人呢 就是好像未老先衰 他心境方面呢 好像觉得很忧愁啊 好像很不开心啊 情绪低落啊 那样 那甚至乎呢 低落到呢 整天好像有种死 这方面的念头 那他这些的情况呢 比如一个男仔 一个男士 这个个案 就说呢 这个男士呢 最初呢 他自己觉得 他没有说法满足他的太太 所以对自己的自我形象也很差 那甚至乎呢 我这个 我的性器官这么没用的 我应该把他切好了 那原来呢 这个阵营那个人的性器官呢 通常呢 可能萎缩了 小到呢 好像一个小孩的性器官 那当然呢 这个人呢 也开始怀疑了 会不会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太太呢 这个太太在外面呢 外面呢 外面有其他的勾佬啊 这样 那 那 那 我这个疗劑呢 这个个案里面呢 那他说呢 他就用了这个 Agnes Caxin 这个疗劑的 那就 用了大概四个月到五个月左右 那记住啊 这些问题呢 不要当是一种催情药 那样用 就是一段长段的时间 那就将这个 个案呢 彻底医好了 那结果这个病人呢 就生了三个小孩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Agnes Caxin 是一个其中 就是我刚才所叙述的 那通常呢 那个阵营呢 那个性器官呢 是萎缩了 好像很小的 那也都可能呢 过去呢 可能是性中欲过度 那那个情绪呢 是很低落的 那也都在女性方面 其实一样都对的 那如果 那通常的阵营呢 都是这样 他就 就是 就是他对性欲完全没有了兴趣 是吧 想尽办法呢 都要去 就是去避免一下性行为 那这个 Agnes Caxus 其实男女都对的 那这个字呢 就是A-G-N-U-S Agnes Caxus 就是C-A-S-T-U-S Agnes Caxus Agnes Caxus A-G-N-U-S C-A-S-T-U-S 那我中 英文叫做 其他名字叫做 Chase Tree 那其实男女都对的 通常跟性方面的问题 有关的 嗯 麻烦原医生 那这一节 时间差不多 转头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杨卫的自然医疗 那袁医生刚才跟我提到 同类疗法如何去处理杨卫 那刚才提到那只 Agnes Kestis 还有没有其他呢? 那你同类疗法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另一个疗劑 这个疗劑很小的 一般人是未必会有机会认识得到的 这个疗劑的名字叫Nuphaluteum 或者要串一串 Nuphaluteum Luteum 这个疗劑是一个很特别的疗劑 这个疗劑有一个主要很特别的疗劑 很独特的疗劑 就是膏缘有一种刺痛 就是膏缘那种在底下 膏缘本身和羊具的底部 就出了这种刺痛 还有其他症状呢? 他就完全举不起 完全举不起 完全没有什么性欲 但是有时候 他那个想象力是很强的 就是他有性欲 有想得到的 但是呢 他就是举不到的 完全举不到的 那那个羊具呢 就可能就缩了下去 那个膏缘也都松弛了 也都有时候 夜晚刻是违征 睡觉是精液流失 那在精神方面呢 这类的病人 就不会说 我刚才好像上次的 Agnus Casus 有一种好像很无助 很情绪低落 这种这样的精神上的症状 他只是 发现他就会 有一种蛇痛 蛇痛在那个膏缘 和那个 性器官的底部 这种蛇痛 那还有一个好方面 在一个很有趣的症状呢 在一个情绪方面 他虽然没有 刚才我们另外一种 Agnus Casus 那种失望感 但是呢 这种人的症状呢 他对于那个动物呢 是很苦同情心的 很有趣的 他如果见到一些动物呢 是受苦呢 他会很伤痛的 那 这个呢 如果你见到这种 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呢 那就可以考虑这个 这个疗剂的 那 昨天呢 除了他这个病人 会投诉 他说 有时候晚上睡觉 就违征 那有时候呢 他可能呢 走着走着街 走着路呢 都会漏症的 那出现这个症状呢 就记住这个疗剂 那通常呢 都用它一段长的时间 不要要求呢 是一两个礼拜 这个都是说 两三个月的事 的 好了 那再介绍一种 这个又有很特别 很特别的疗剂 那是有很多疗剂的 那叫做 Onosmodium Onosmodium O-N-O-S-M-O-B-I-U-M Onosmodium 这个疗剂呢 那个症状呢 是很有趣的 他这个不是说 他完全没有了性能力 他很有趣的 他的问题 就是他不能够集中 就是在性行为的时候 他的脑是想到其他事情的 那当然呢 这种人呢 就是个人呢 就是通常很累 他很麻木那种感觉 那通常呢 他就是没有了那种需要 那 和很快就射精 那好了 那这个不单止是 男性有这个症状 有这种的问题 他就是女性都是一样的 他主要的问题 他就是他那个 心不在然 那个脑袋呢 就是 就是 集中不到 那个性的方面 进行性行为的时候 那时候 这个就叫做 也叫做 就因为呢 集中力问题 导致这个的问题 就不是因为呢 它没有性的能力的 嗯 嗯 好了 那接着就另外一种疗剂 那个名叫 Anacardium A-N-A-C-A-R-D-I-U-M Anacardium 那这个疗剂 我们 通常呢 我们会用在一些人呢 是一种 一些疾反 就是这种的 或者人的脾性 有种很暴力 好像社会欠了他的东西 就是这个我们过去呢 有时候 用在这方面的症状 但是在现在的 所谓 那个阳位这方面呢 它有些很特别的症状 比如包括 一种 一种 很有快感的那种症状 就是 它症得来呢 是骗得很开心 很舒服的 还有呢 还有呢 在身体的其他部分 比如眼 肝门 膀胱 好像有一块 塞 顶住这种 这样的 那这种人呢 通常呢 就会可能对 那个症状 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完全不觉得 没什么快感的 但是呢 那个 膏丸那方面呢 就很痕很痕的 那样具呢 就是性器官呢 会勒起得来 就完全没有 没有感觉之下 来勒起的 那也有些人呢 有这个症状呢 就是无端端勒起 但是又没有什么快感 那就是 就是脱不了 那样的 那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呢 就是它那个思想方面呢 有时候呢 就突然之间 就失了记忆力 它可能突然间 说看到一些花柳 在眼前,但接着完全看不完,完全消失了 这种人有时不断的智慧、智术这种行为 有时他很有趣,他并不一定有这样的感觉 只不过他经常撥起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很怪异 见到女性就想和他进行性行为 但他并不是自己有那么多快感 这种很古怪的症状 我就会想起这个疗剂,叫做Anacardium 这些疗剂的阵型这么有趣,还有没有其他? 再介绍另一种疗剂的名字叫Caladium Caladium, C-A-L-A-D-I-U-M Sanguinum, S-E-G-U-I-N-U-M Caladium 这个疗剂的问题都是因为智熟的问题 智熟太多 这个阵型的阵具就是松了 松了就是完全没有弹力的 如果你把包皮拔开它 它就不会再弹出来 就是那个症状就是一个没有弹力的症状 但是还有很有趣的 这个疗剂的症状 有时候早上起床就撥起了 但是就是很痛的撥起了 但是没有性欲的 总之撥起之后是痛的 但是没有性欲的 或者有时候就可能撥起的中途 或者不够硬 或者是早洩这些问题 好了,Caladium有一个很低的症状 未必跟这个问题有关系 就是Caladium的人很惹蚊的 有一些人说,我的汗是很惹蚊的 如果你听到这个症状 必须在想一下 还有Caladium应该很怕 很怕会会动动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然后接着我再介绍一个多的疗剂 Nicopodium 我相信大家对同样的疗法 有认识的人都已听过 石虫型 石虫型的人通常都会有这种问题 这种人表面要装扮得很能够,但其实里面是一般的 我有时候叫做门口狗,这个是石重型的人 这种型的人很多时候都喜欢装模作样 好像自己是一个征服者,对女性的征服者,但往往是不行的 这个就是我们同学疗化里面是经常用得着的 这种型的人,就是我所说的一种这样的行为 他通常人的体型都是下身的大腿比较肥胖 上面是比较瘦瘦瘦的,吃的方面都是不饿得的 但又不吃得多,喜欢喝暖水这类的人 通常就要,我叫做bluffing,就是要懒叨 想被人认叨,但内脂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Nicropodium的疗剂 是一个经常用得着的同一疗疗剂 是一个经常用的疗剂 有其他一些,Argental nitricum 也是一个常用的疗剂 有就是Titanium,Avenus sativa 我昨天所提及的疗剂 在同一疗疗剂,处理不举的问题 其实都有很多疗剂 其中一个,我要考虑 有时我们医那个人的整体 即是哪一类型的人,我就医那个整体 就不需要一定 除非他表现一些,我昨天所聚属的很特意的症状 我就可以选择到这些很特意的疗剂去帮他 我听说呢 在某些国家,譬如澳洲 它们土壤里面 是缺少了Celenium site 这个微量元素 我知道这个微量元素 是对于癌症很有帮助的 那我又听到是不是对性无能有帮助的呢 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看到这个资料 那原来这个西 原来是对这方面的问题都有帮助的 你知道西的主要症状 人觉得很虚弱 觉得很exhaust 没有气、没有力 虽然这个人对性无能也有的 但是他的人很虚弱 没有力 还有这种症状的人 有时候脱头发的问题 其实比较突出的 所以这个也是Celenium S-E-N-I-U-M Metallicum 也是一个处理性无能的问题 最后我再介绍多一只 有点时间 有些叫Staphysagria S-T-A-P-H-Y-S-A-G-R-I-A 我亦都叫飞燃草 飞燃草有一个很独特的性格 通常这种飞燃草的人 通常性情很温和 比较害羞 很多时候亦都被人欺负 很多时候这个情绪的问题 或者受过尴尬的经历 导致在这方面出现问题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療剂 他有这种背景 那些人比较害羞 他自己会陪伴自己自熟 但是他在外面 他就很害羞 多见人 所以有一种尴尬 很怕尴尬的 这个就是Staphysagria 这种症形 也帮助 Impotency 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療法院 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療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羊毁的自然医疗 刚才袁医生提到有很多自然医疗工具 例如是一些食物补充剂 同类疗法 都可以帮助到羊毁 当然大家要有专业的自然疗法医生 看着才可以用到 那除了这些工具之外 那我们日常生活 有些什么可以注意到 或者可以处理到羊毁呢 那其实也都说过 其实食物很重要的 首先我们知道 食物里面要介入一些不好食物 比如高饱和脂肪 以及氧化性那些 就是我们叫做hydrogenated 这类的氧化过的油 是 红肉 人造牛油 总之很多的植物油 这些精炼的植物油 这些都是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 出现了障碍的 那也都尽量减少一些精炼的食物 那些我叫垃圾食物 那因为营养不足 很明然整个身体都会有影响 那在烟、酒那方面 和咖啡因那方面 都是减少一点 好了 那食物方面 除了我一般的食物 很提倡一个健康的食物 吃多些山菜 水果 屋 完整的谷类 很多的果仁 种子 比如那个pumpkin 南瓜子 那个sunflower sunflower season 这类的食物 那也都有一些人会用芝麻 白蓮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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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bipolin 花粉 都是很有帮助的 好了 那做一个食物 其实大家都可能 大家也吃过 但未必大家知道 原来有这个功效的 就是西瓜 西瓜 西瓜 是可以幫助我們在身體裏製造Nitric Oxide 那你知道這個Nitric Oxide 就是直接會令到我們那個血液循環 性器官的血液循環增加 那吃西瓜呢 其實我相信都不用怎麼教的了 但最重要是吃西瓜 西瓜皮白色那方面 那個效果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不妨大家有機會 吃多些西瓜 好了 那麼 除了西瓜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的食物呢 譬如朱古力 尤其是黑朱古力 那黑朱古力會幫我們身體製造 所謂增加我們的血清素 那睡多一覺之後 那個身長賀爾蒙 還有我們那個高軟素 會多些的 那就是好像我曾經所說 很多人一起床 就會容易撥起 那所以其他 就是黑朱古力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還有一些食物 譬如 其實這不是一個健康食物來的 但只不過呢 它是有阿硝酸製過的食物 譬如 沙拉米 香腸 果腿 這些 那原來呢 這些 這些阿硝酸製過的食物 它都會出現相當多的 Nitri Oxide 那硝酸 那個氧化氮 那這個也是一個工具來的 那還有什麼呢 當然啦 運動 大家都強調啦 就是我們一個大氧的運動 那大氧運動 也不需要做得很激烈的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種叫做 PACE的運動 是六分鐘的 就是呢 你做的運動 時間不需要太長 但是呢 就要做得很快 很急速 譬如你做那個跑步 你急地跑跑跑跑 跑到大概半分鐘都沒有氣了 然後又慢慢跑半分鐘 然後又鼓鼓鼓鼓鼓鼓去半分鐘 然後 然後又停下 那其實六分鐘就夠了 這是一種最新的運動方法 那這個就是一個運動 那還有一些呢 有些人會提肛 是不是 就是有時候呢 小便呢 小便之後呢 就自己會收集那個匯音的肌肉 我們叫做Keyu Muscle Exercise 就是匯音的肌肉 來收一下提一下 來放鬆它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就是 凍水肉 就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男性呢 經常浸那些桑那 那些熱水呢 是對那個精蟲那個 是有減低的影響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呢 做多一些凍水肉 那還有一個工具呢 這個的方法呢 是有些養馬的人 就是 發現的 就是 是拍打高丸 那原來呢 這個拍打高丸這個動作 就可以呢 是刺激我們那個高丸裏面 那個精蟲那個生長的 那還有呢 也都我們會 刺激我們身體的 那個高丸裏 叫做Lydic Cells 這個是製造我們那個 男性的那個 Testosolom 那個高丸荷爾蒙的 那這個呢 就通常呢 我都建議呢 在洗澡的時候呢 花灑呢 就用冰凍的水 來到花沙 一路一路沖花灑呢 一路呢 用手掌呢 來拍高丸 拉起那個 拉起那個 那個陰莖 慢慢來做一種拍 就不需要很大力的 但是不斷地來到 然後重複地拍拍拍拍拍 那這個呢 我叫Testicular Tapping 來拍的方法呢 那原來呢 也都會增加我們那個 那個男性的高丸的荷爾蒙 那還有水的 凍水的那些衝擊它 就是抽起那種水療的方法 那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有些什麼方法呢 就可以幫助到呢 就是我們那個身體的 有些人用過呢 就是怎樣用呢 就是在脊椎那裡 來做這個治療 那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呢 就是有膠感神經 和副膠感神經 副膠感神經 副膠感神經呢 就是差不多可以這樣說呢 是處理我們的性育那方面的活動的 那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們腰下面 在底椎那裡的 那些神經線 那所以做這個小凌晶呢 有些人呢 就發現呢 是用在我們那個腰下面 那個sacrum 這個位置呢 來到進行治療呢 那發現呢 在對那個性癌 性能力那方面呢 也都會加強的 那其實呢 工具有很多啦 食物方面 就是所謂的那個花粉 還有一種食物就是 broccoli 那個椰菜花 broccoli 也都會加強我們的荷爾蒙 那相信呢 那相信呢 講真的 身體那個 性能力 性能為呢 其實都跟我們那個健康 是有直接關係的 那所以任何的工具呢 可以增強我們的健康呢 其實這方面都會有幫助 那其實原來都有很多 自然療法的工具 可以幫助到養胃的 那不需要一定是吃胃哥的 那這一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 上去sourceradio.com 重溫 如果想跟原醫生 預約會診的話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25773798 謝謝原醫生 好 拜拜 拜拜